肩面一副嘴脸 背地另一副嘴脸 美国这两面派手段越来越成熟 那么我们要怎样敲打美国呢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中国外长王毅应约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王毅也是开门见山 直指美国两面派作风 明确指出 美方不能一边肆无忌惮地围追打压中国 一边有若无其事地和中国展开各种对话合作 他强调 双方应该建立正确的相处之道 以尊重为基础展开对话 这番话背后反映出中国对美国一贯说一套做一套的行径 非常不满 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美国会搞着两副面孔世人呢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这个见面背地里各做一套 对外美国打着合作共赢的幌子 嘴上喊着要与中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背地里是处处使绊子 你看像发动贸易战 科技战 拉着盟友构建所谓的亚洲版北约 试图围堵中国 尽管如此 中国一次次也顶住了来自美国 以及他所代表的西方的压力 展示了坚韧的抗压能力 美国之所以这个两面派 归根结底还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他觉得中国不会硬碰硬 在美国人眼中 中国仍然处于发展阶段 因此为了维护经济和国际环境的稳定 中国一定会选择忍耐的 不会轻易反击 美国把中国的忍让解读为软弱 以为自己可以在强硬和软弱之间来回游走 吃定中国 第二就是自以为是的这种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长期视自己就是绝对的霸主 认为只要自己开口 盟友们就会立刻跟从 因此美国觉得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打压 无论是从经济上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加征关税的举动 还是拉拢盟友围堵中国 美国都认为凭借自己绝对的优势 可以让中国服软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近年来布林肯 沙利文 耶伦这些高层非常频繁地访问中国 每次访华的时候 美国的这些政客总是嘴上说着合作 强调和平共处 似乎试图展现出某种友好的姿态 而我们也是本着外交礼仪 给予他们的很高的礼遇 以展现我们的大国风范 然而事情又不那么简单 每当这些官员回到了美国国内 他们这个言行 马上又回到了老路径上 一手举着所谓的合作大旗 另一手就挥舞着贸易制裁的大棒 比如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这个事 那就是要打乱中国的新能源布局 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劲竞争力 美国无法凭市场竞争来取胜 选择使用它唯一的霸权手段 那么这一做法也不仅暴露了 它无力与中国正面竞争的窘境 也显得它格外的水平低劣 那我们要如何敲打美国 让它明白势力呢 你看美国一贯的两面派作风 一方面出于它对中国战略忍耐的误判 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它自以为全球霸主的地位 但中国的发展态势是不可逆转的 正如王毅所说的 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应该寻求和平相处的方式 然而和平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无休无止的进行忍让 所以我们敲打美国的方式和路径也很清晰了 第一就是以实力回应霸权打压 美国想要通过打压中国的方式来维护它的霸权 但中国的态度是明确的 你打压的越重 我们的反抗就越强 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制裁而退缩 反而会加速自身技术自主和产业升级 中国的军事演练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也是为了让美国以及它这些随从们清楚 面对中国的核心利益 任何霸情主义的打压手段都是无效的 第二就是我们要坚持一贯的和平立场 但不做无底线的退让 我们中国始终倡导和平共处 寻求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和问题 但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 中国会无底线的忍受美国的挑衅 当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 中国也有能力有信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发展利益 那面对美国的两面派做法 中国也不会轻易上当的 美国试图通过两面操作软硬兼施来操控布局 但中国的强硬态度和反制措施已经表明了 大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基于相互尊重和公平的原则 如果美国继续抱有它那种霸权的心态来行事作风 那么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击将会是美国无法忽视的强大力量